山豆根是一个豆磕植物 这个山豆根 它也叫做越南槐 越南槐 这个一个种豆磕的小灌木 用它的根来入药 其实这个地上部分 它和苦参很相似 和苦参实际上是静缘植物 只不过比苦参 这个植株要矮小一点 这个根要细一点 其实也是非常苦的 山豆根和苦参一样的苦 而且它们含的很多化学成分 都有相同的 当然也有不同的成分 主要的成分有些都相同 那么这种豆磕植物的山豆根 那么是山豆根的正品 所以常常又把它叫做广豆根 因为广西也是主产体 北豆根相对而言 北豆根它不是豆磕植物 它来源是在北方的部分地区 近年来使用 它有类似于山豆根的作用 所以真正的山豆根 没有写明这个广豆根 它也应该是用的这个山豆根 这是正品 那么这个百豆根呢 是地方性的用药 这个需要注意 这个山豆根 这个轻的解毒 那么它主要就是用于咽喉肿痛 在解毒沥烟的药当中呢 它的苦寒的药性是比较强的 有的书上说它大苦大寒 那么大苦 本身它就是苦味非常浓烈 和苦生的滋味可能不相上下 那么这个大苦呢 也是说它的亲热解毒的作用 亲热作用比较强 那么大寒也是这样 我们书上说的苦寒 但有的书上说它大苦大寒 所以这个药物 对于咽喉红肿疼痛 单用在古代 就用它的煎的汤 或者磨的 在碗里面 粗糙的碗 用山豆根来磨脂水 慢慢的咽下去 当然比较难受 因为很苦 让它着用在局部 这样子呢 效果也是相当好 当然配武 我们前面学过的 像这个板南根 大清热 牛绑子 甚至于金允花莲桥 实际上都有一定的 沥烟作用 或者加上一些 清肺热的药 像黄清这一类 其实在临床上 是作用很强的 这个是在 这个药的基本应用 所以我们书上的功效 亲热解毒 沥烟消肿 实际上呢 强调了它的亲热解毒 主要在于 沥烟消肿 它是一个功效 一个功效 那么近年来呢 这个药物的应用呢 也有一定的溃大 除了咽喉肿痛 比如说牙齦肿痛 牙齦肿痛 这其他的床庸肿痛 用它 也可以促进 红肿的消退 甚至对肺热 咳嗽啊 或者一些食热病症 都可以用 那么它的药理学的研究呢 它和苦生 有很多相同的 这个药理作用 比如说身高白血球 抗心路磁肠 所以这个 三豆根 在这方面呢 和这个苦生 一样的使用 这个我们在这个 参考资料里面呢 谈到了 但是我们要求呢 是传统的 就是亲热解毒 利盐消肿 主要用于咽喉肿痛 也可以用于 其他的一些热毒病症 这个所以内容 实际上非常简单 那么要注意的是 这个药的用法 和使用注意 这个用法用量里面呢 这个量 对于植物药来说 是比较小的 3到6K 3到6K 那么这个 使用注意里面 就是说不能过量 因为它 这个大苦大寒 服用过量呢 引起窩心 呕吐 头昏 头痛 腹泻 腹痛 四肢乏理 心肌凶猛等等 有的还更严重 对一些中毒反应 这个 这些反应呢 一个是消化到的 另外是一些神经系统的 一些 轻微的这个中毒反应 为主体的 那么这个 我们书上也谈到了 有的文章报道 这个三豆根 在如果用6K左右呢 统计了这个 214例患者 只有一例患者呢 出现了轻微的 这个消化到的 这个不良反应 比如说有一点这个 魔心 魔心这样的 那么这个 统计了这个 使用9K的 53例当中呢 就有9例 那么这个 占的比例 就要高一些了 就占了 百分之十几了 15左右了 那么这个 使用10K以上的 46例 就有24例 出现了不同的 这个不良反应 那么就超过了 50% 所以这个 明显的 这个与用量 这个关系 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 这个量就这样定的 一般不要超过6K 一般不要超过6K 6K以上 不但很苦 很难服用 更主要的是 很容易产生 这个不良反应 所以这个三豆根呢 就这样了解 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